哈喽大家 今天的视频不是推荐包包或者介绍包包的 今天临时想到了一个话题 实际上平时对于这个话题积累的好像不是特别多 相关的照片也好 视频也好 好像没有什么素材跟大家分享 但是通过聊天的方式跟大家聊一聊 那起因是什么呢 在之前有两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 首先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薄金四零 应该是那样的一只包 灰色的颜色很好看 然后其实年份也很近 但是呢 在我的一个客人在找到那只包包 去到那个店家去去看这只包包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包呢 它的手柄被拉伸了 是一只薄金包 那双手柄被拉伸的感觉 就是给人的感觉 明显它里面有成过重物 然后对这个手柄有一些不可逆的伤害 那如果是这样的伤害的话 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 比如说你想要恢复到之前 只能找到庄柜去更换两个手柄 那这样的话 首先我会觉得价格不菲 另外的话就是还觉得挺惋惜的 这样的一只包 因为主人的使用不当 那可能每个人对包的理解不一样 有的人会觉得我花这么多钱买了一个包 装一点重的东西应该OK 没问题 但实际上我们用包包 还是要给它一个合适的 或者合理的区间的这样的一个容量也好 重量也好 那刚才这只包包呢 其实是重量的问题 那有一些包包其实它的重量可能稍微重一些也不会有问题 像这就是我说的第二件事情了 就是给我今天这个话题买下种子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前段时间我经常有说家里有个小朋友 有个客人 他用包呢 他之前有一个CF 就是荔枝纹黑金的一个CF 大概这么大的一个包包 本身这个包包是属于小包的 不是说像这样 或者说是薄金30级以上的这样的 可以承装很多很大容量的这样的一只包 小包的话 重量好像不是问题 除非你给它装黄金 然后一直悬挂在那 可能对它造成一些伤害 但实际上重量OK 它能够承载 你装什么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容量的问题 刚才这个薄金包 我们讲到重量的问题了 对它的手柄不可逆的伤害 那这只小包 它的伤害在哪呢 就是它被装的太满了 对 大家有这种概念 就是CF那个包包 里面很多东西 然后你使劲给它装起来 就是撑装的太多了 然后当时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就是它的边角都已经 好像那个它是内缝的嘛 就好像要被撑开 撑开的感觉 应该只能看到一点点 内缝的这个缝线 但实际上看到的就 就蛮多的 所以看到那只包的时候 也会让人心疼 所以今天的视频呢 其实从这两个案例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或者说给大家一些建议 就是使用包包 还是要用合适的包包 出席合适的场合 像太太在这点上做的就很好 就是她会一直想要一只小小包 对 就是纸装钥匙和手机的 这样的小小包 那每次来 就是很小的包的时候 她都会考虑考虑 这个要不要留下来 作为我平时 因为她平时接孩子比较多 作为她来说 这样的场景特别多 所以她对于小包来说 会特别关注 大家也是一样 如果大家平时 这个出席的场合 比如说我上班 会带电脑 那我当然是要更关注 能够带电脑的一些包包 那如果像我太太一样 她是简单出行 哪怕就是散步啊 这样的场合会比较多的时候 那可能更多的 要关注一些这样的小包 如果用包包来填满 自己的所有的使用场景的话 确实不应该只有一只包 对不对 所以当大家旅行的时候 有可能用到 薄金35啊 薄金40 如果日常通勤 需要装电脑的话 你可能用到凯莉35 对不对 甚至像男生的话 用凯莉40 或者用 ERBAC这样的包包 它承重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那如果是不需要 带电脑的这样的 上班的场景的话 可能凯莉25 凯莉28 都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 甚至像中古包的一些 大耳朵这样的包包 很可爱的这样的包包 又能 显得很庄重 然后其实呢 又带一些俏皮可爱 哎呀 说到这里 真的是 很想有一只大耳朵包包 能够出现在我的视频里 可能品牌好的包包 真的是 可遇不可求 包括价格也要好 对吧 今天就是这样 简单的一期谈话内容 聊天内容 好吗 我们明天见 拜拜